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要是自己身边的老人家 例如父母 在家下都会见到很多无所事事的老人家 那段时间比较有感受是因为我妈妈退休 她就会哭 觉得自己好像退休后不知道做什么 没什么用 所以我就写了这个题材 最初我认为这个题材 都给一些人看的 他们都会觉得挺有趣 但是老人家没有市场 很难做 直至遇到家动 很感谢她喜欢这个故事 这么多年后都专于成事 成绩都可以 我觉得很开心 很感谢她 我想其实 老人家的题材 在香港是比较少一点的 但是我又觉得 作为一个叫做电影工作者 我总是觉得 除了我们要满足观众的官能刺激 商业小小的电影之余 都要负一部分的责任 我总是觉得 在这件事里 我觉得这个题材挺好的 不过我坚持了一句 我们把它拉闊一点 不要只是说自己的家人 就是他说很多 因为我觉得 现在社会进步 人们又健康了 长寿了 但是未必的配套可以支持他们 当年已经大了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这种心态 当你可能 在社会的角色 或者功能逐渐退色的时候 你会很容易质疑自己 这就是一个社会问题 有机会成为 我觉得是否要把它扩人阔一点 我们就不停拉锯 拉锯了很多年 如何将它狂阔一点 让大家都能感受到 不是单单老人家 一个叫做共鸣 我也希望我们能够让 新一代或者年轻一点的朋友 从中也感受到 他们面对的难题 我们最终选择一个方向 就是不用提供答案 不如让看官们 你们自己看完 有什么感受 或者你下一步会怎样做 你问自己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是暂时最好的一个处理 他都说我是老的 哈哈哈哈哈哈 他说在我身上找到他的角色某些东西 哈哈哈哈 你说我不说 其实因为嘉栋 他对老人家也很好 他也有很多照顾老人家的经验 他自己提供了很多他的看法 他的感受给我 还有剧本上 他自己本身是演员 其实他也有很多第一身的感受 就是剧本如何为止写得好 如何为止写得不好 因为他们是演员的时候 他们最能够感受到 所以其实这方面也帮助了很多 我多谢他这么有耐性陪我一起 就不停地走过这么长的路 我想重点其实是 要观众看得清晰的时候 反而我们不想说教 不想说教 那我就说 很多时候我说精简一定要精简 要很清楚 因为我们不要忽略了导演 他用镜头怎么帮你交代 又不要忽略了演员 帮你怎么去演绎 他们有情绪中间 我们是写不到的 他们第一身感受到的时候 他们就会演出来的了 这个角色 那变成我们 所以今次我们是 尽量去散减一些 很多叫做对白 另外 我们说能拍就拍 能演就演 最后才开对白 那我说这个是最重要的 否则可能会是 说教形式 这个就是我 我作为观众 我自己也不想看到这些东西 那变成我们就是 循述这个方向 那当然中间就是 哎 真是磨了很多年 就是 但是我又很欣赏 因为他 很多时候 我们会容易给他自己的理由 那我要讯息 那可能会失去 那盖火就会消失去 但是这几年里面 正义是很涉而不捨的 偶然我又收到一个更新的 偶然他又收到一个更新的 偶然他又收到更新的 我说这个人 那变成了 正确实时 我收到一个 我觉得接近了 那我就回来 那时候我在内地看工 那马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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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经常都觉得 不是他知道不行 重点是他感受有多少 他终于有些位置 让我感到 哦 原来他终于感受到了 他明白 那世界是怎样的时候 我说对了 就这样去 因为如果不是 我们只不过很容易 搬这四字词 那样那样 那变成了一个很虚的 一样东西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编剧 他能够自己感受到的时候 他之不就像了 那变成了 我们通过这样 如是者 用了几年时间 这样去磨磨这个故事 磨磨这个人物 还有大家在互相摸对方 其实我说 我不是折磨他 就是我希望他能够是 sorry 不要紧 啊 多云或契 麻烦 就是 你就会看到他 他开始成长 不是单单他作为一个编剧的成长 他对老年人的世界 他终于进去了 不是单单看他妈妈 他真的看老年人的世界是怎样的 拉扯了他自己 那变成 我说就是 但是这个必须要时间的 那我觉得就好过 好过我不停说 你不停写 我说这件事 一定要自己去感受 自己感受 那都是很开心的 都很感谢 因为我很感谢 嘉隆给了这个机会 我这样 那我希望 就是 这个奖可以 给我有动力和多些机会 去创作更多故事 那我自己我希望就是 我希望可以创作一些 就是 比较有共鸣 就是所谓 就是带得走的故事 那我希望 可以 就是 多些机会 继续做这件事 就是我希望 就是 要给他多七年了 哈哈哈哈 我想帮你补充一下 其实他是花了很多心思 就是 静怡是花了很多心思 就是当他说是文明的一个新一代的编剧 那么 我眼见的不是太多愿意投资时间给自己 但是我们经常说 追梦 追梦你真的不是跑两步去追到的 你真的要投资 不是投资在那件事身上 是投资在自己身上 他愿意投资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最后能够 和你所说 带得走 包括就算今天平铃头虎给这张照片的时候 都是你自己拿着 是不是 就是并不是别人拿得到的 是不是 就是拿不走的 我觉得这个是他 我是欣赏他的地方 也是衷心恭喜他的 这件事 是 有点 带他 我 rze伽 min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